三星堆博物馆开馆前 工作人员在进行最后的巡查工作 这些神秘的面具来自一个失落文明 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历史 刚刚开馆几分钟不到 参观者已静止涌入图坦卡蒙展厅 涌向这件到访埃及不可错过的面具 优优独播剧场上 前面就是92年西藤泉我们这发掘的地点 就是西藤泉泉 我们现在就进城了 相当于是 进来三星堆城 你看这个这是我们正在发掘的月亮湾地点 这个低洼地点 我们现在就在月亮湾城墙配套的豪沟里边 在行使三千多年前移植 这些人在这生活 生活了一千多年 最早四千五百年前 一直生活到最近三千年 然后三月一直才废弃 沧海上天可以说是 四千五百年 这个是我们去年还在发掘的 这个三一堆祭祀区八号坑 就是一个横温横式的考古发掘层 现在都是以文保的一个状态 然后下边都是因为那个薄膜 不干净 你说现在这个坑里边 已经没东西了 但是这个坑本身也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没事把它保留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三号坑 这一批坑里边 金面具是最早发现的一件 2021年的2月5日正式提起出来 当时我亲自提起来 手都是颤的 我提起出来 金面具只保留了半边 就是说它有一半是残掉了 但是那个重量是280克 如果说它是一个完整状态的话 超过了500克 这么重的还是第一次 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金器 1986年 人们在中国西南地区 名为三星堆的小村庄 发现了两个填满宝藏的祭祀坑 其中2号祭祀坑中 陆续出土了57件青铬人面像 有四件附着有金面具 那是中国考古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形象 它们仿佛不是世间人类 而是来自一个神坏世界 长久以来 只存在于传说和有限历史记载里的古蜀文明 逐渐揭开神秘面杀 这是一个辉煌的古代青铜文明 其发达程度 与同时代中国中央地区不相上下 这是三星堆最完整的一个青铜人头像 秀气斑斑的青铜脸孔上 覆盖了一件纯金的面具 它薄得像一层面膜 厚度仅0.2毫米 这样的工艺 以现代的标准看都是非常先进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在三千多年以前 古蜀人如何拥有如此超越时代的技术 他们制作如此精美的面具 又是处于什么目的 我觉得在三星堆的话 面具的话 作为它等级或者身份的象征的这样一种状态也有 比如说很多的人头像 有些是不戴面具的 戴面具的毕竟是少数的 像这样一种情况的话 显然给人感觉戴面具的人头像 他所代表的牧师的身份 有个故事 我曾经在《The Valley of the King》 从2007年到今天 第一次的衣服是在上的面上的臉上的王 也在《紫园》上的穆穗 一件衣服的衣服是一件衣服的 完全是红组的像11红组的红组 像是像是一样的 1922年 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 率队发现了国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灵墓 他現在予想把蕮ソー通的红组 -当时柬德·卡特 set到外出的衣服 -他不能因为具体的原因 -这原因是令他把《衣服的红组》 传统在那里的一面 他不敢用写的衣服 -他找到那里的衣服 -他把蕮的衣服放冰在中原上的寒 他把妈妈拿到城堡 它是用的作品 他把工具放在火上 他把金鸡的帽子拿出 之后一百年间 图坦卡蒙黄金面具 成为了全球最著名 最受欢迎的考古文物之一 在世界各地博物馆展出时 常常引发狂热的参观潮 图坦卡蒙面具的额顶 由黄金打造的雾鹰与眼镜蛇 分别是传说中上埃及与下埃及的保护神 二者急于一身 体现图坦卡蒙统领整个埃及至高无上的权威 最射人心魄的是黑钥匙的眼睛 眼镜用青金石画出眼线 面具上镶满了青金石 红宝石与彩色玻璃 在古埃及文化中 这些宝石装饰常常与神灵和来世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金面具背后的名文来自王灵书 可以被理解为逝者通往来世的旅途攻略 在古埃及象星文字中 黄金以为可以触摸的太阳 古埃及人相信 珍贵的黄金闪耀着神的光彩 可以让逝者永生 他们描述太阳神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说它有着银骨 金身和青金石的发须 他们想象里神的皮肤就是金色的 所以这一个金字这样的一个材质 其实是他们对于一个不朽的 然后神圣的形象的一种物质的想象 而用金字的这种神圣的材料来塑造一张脸 这张脸无论是神的脸还是人的脸 其实都是赋予了这张脸以神圣的意义 如果说黄金面具的话 不仅是在东边的我们看到的 在三星堆 西边的埃及 其实在中间的地域 有非常广阔地使用这种黄金贴面 或者作为贴的这种金箔包边的 或者包青铜像的这种做法很多 包括在美索布达比亚 在伊朗 在印度都会有 那应该是人类社会进入到金属时代之后的一种 这种普遍的现象 两件来自古老文明的面具 同样闪耀着神秘而美丽的金色光芒 也让如今的我们 对他们的关系产生自然而然的联想 2001年10月12日 为庆祝中埃建交45周年 展示两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中国国家邮政局和埃及邮政部门 联合发行了特种邮票 一套两枚 票面上正是三星堆金面具头像 和图坦卡蒙金面具 透过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面孔 我们看见了什么 是关注于他们如此与众不同 还是看到了人类的相同 相距遥远的河流 同样的太阳之下 那些面具背后的人 他们是谁 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他们来自何方 又去向何处 在三星堆西北一百公里 九顶山北路的冒险 中国古老民族枪族人的一支 世代生活在这里 我是最多的 在一看之前 我面对你拥有弱利 我所以说 我的父母就只是 我来自何国 我认为赛产 没有川湖 我一叫 他不语 他不过是他 他拥有 她的 还不过 我们就 我才改变 他 没有 我们不禁遥想 三千多年前 这片云雾缭绕的土地上 藏有一群鲜民生活定居 融合繁衍 他们是否也同今天的枪族人一样 祭祀舞蹈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 大多戴着肃穆的面具 掩盖了真实的面孔 而那些面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记住这张面孔 这是一个名叫图坦卡蒙的少年 他的眼白清晰 他的同仁明亮 长久以来 我们已知的故事是这样讲述的 父亲埃赫纳吞死后 年仅九岁的图坦卡蒙登上了王位 直到十九岁那年 突然离世 他的父亲留给他的 是一个宗教改革失败的国家 以及修建新都 给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 或许因为在位时间太短 留下的历史信息太少 图坦卡蒙的陵墓 没有像其他法老一样 遭到劫掠和破坏 但完整的墓室和数量巨大的陪葬品 让年轻的他成为当代世界最著名的法老之一 人们热衷于谈论图坦卡蒙墓的神秘诅咒 却往往忽视了面具之下 这个少年的鲜活人生 因为这些美丽的镜 在祖宗上 显示她 触摸她的肩膀 和爱情 给她的手上 和她的肩膀 和一颗衣服 和一颗衣服 她的一颗衣服 你能看到他和安克斯南亞的愛的故事 可能他們經常乘坐船 他們經常去旅行 還有 他們也找到了 鞏鞏 甚至跟他身體的問題 他還可以去戰鬥生物 數千年過去了 洪偉慢慢被世間侵蝕 曾經的鮮活也被埋於黃沙之下 在發掘之時 普坦卡蒙黃金面具上 裝飾的花環依然還在 虽然鮮花早已枯萎 但依然傳遞了 來自時間那段的新意 霍華德卡特深深被他打動 為此寫道 三千三百年 不過像是從昨天到明天 這樣短暫的一瞬 這些花是我們感到了大自然的力量 感到埃及古代文化和我們現代文化是一回事 圖坦卡蒙的墓葬 讓一段消失的古埃及歷史重新復活 三星堆遺址 證明了中國史籍和傳說中的古蜀文明 在歷史上真實存在 他們如同人類文明史上的時間膠囊 通過他們 通過他們 我們得以與古老的時空 和時空裡的人們 再次相逢 九星堆遺址 八星堆遺址 一千年 大富旺的劇 八星堂遺址 八星堂遺址 我拍这些器物照的时候 通常是除了拍器物以外 一般还在画面里面 是想表达器物跟人物之间的一种观念 不仅仅是表达器物本身的一种美 或者是震慑力 破解历史的密码 接近面具背后的人生 这或许就是考古的魅力所在 我们也许无法真的跨越时空 与古人相识 当我们不断寻找机会 去想象他们生活的样子 它的王权的特色不是那么明显 它仍然是以神权 以宗教信仰来维系国家的正常的运转 然后战争也比较少 我们在遗址里面几乎是没有发现过 这个实用性的兵器的 相对来说 当时的环境 社会是比较平和的 给人感觉一样像乌托邦式的 桃花园式的那种 尤其是三一带这一块 因为它是我们这个古书国那种 类似于金色塔 是那种复杂社会的顶端 首都人嘛 首善之躯 物质生活上 精神生活上 都是比较丰富的 应该四川人那句话还是叫八十 我想凑近看一看 然后我们在这个旁边 我们在这儿 先看我这边 然后我们刚才说 自2021年起 三星村考古探索基地 推出了研学课程 做一天考古学家 在模拟的考古大棚里 坊间处远古鲜民的居住和劳作场地 孩子们在这里 体验古属鲜民的农耕生活和劳作方式 去与那些面具背后的人们建立形象的连接 我们在大部分发掘当中看到的都是那种 残片状的淘气 你说这些器物 它是使用到很破碎的时候 它才把它扔掉 各种小瓶的罐 然后高饼豆 这样一些瓶瓶罐罐 所以这个肯定是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 陶三族吹气 这是古属人的锅 很像当代中国人非常喜爱的火锅 陶高饼豆 是古属人的餐盘 那时人们进餐时席地而做 这种高饼设计符合人体工学 陶鸟头勺 跟今天的汤勺是同样功能 通过植物考古 能够在历次发掘当中 浮选出来大量的植物种子 就是碳化的植物种子 其中有很多水稻 然后还有小米 就是树 这样的一些主食类的植物种子 所以这些就表明 当时人们它肯定是要吃这些东西 更何况我们在遗址里面 还发现有大量的保存状 比较差的这些动物骨头 所以当时人们也是要吃肉的 而且旁边就有河流 肯定也要补鱼什么的 这些都是当时无数人的食谱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我们发现了 很多跟酒有关的一些器具 比如说青秋瓶 陶河等等 在这个军运区里面比较普遍的吧 也正义可能饮酒已经是当时的老百姓的 不过或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器物叫陶河 是一种酒器 它的形态方便在火上温酒 酒是生活情趣 也是祭拜天地山川神明的媒介 中国人还将经营踢脱的玉石 视为山川的精灵 古蜀人也不例外 三星堆人将玉石制成礼器 兵器 工具 饰品等多种形态 他们在祭祀仪式中有着重要地位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的一件国宝级文物 青铜大利人 这件青铜大利人在2013年 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三批 禁止出镜展览的文物 这是它衣服的分层 它是穿了有三层衣服 而它的上面纹饰也很丰富 最下面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重纹 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禅 知了 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琢磨鸟 而中间是木纹 眼睛的纹饰 而最上面是成组的葵龙纹 在我们最新一轮的考古出头中 发现有丝绸 这就进一步证明了 我们古史国它是掌握了 非常成熟的丝绸制造业和服装制造 我们仿佛看到 在三千多年前 收获在成都平原的古属人 也和今天的人们一样 在春天拨下水稻种子 在秋天除草 收割 年复一年 辛勤劳作 三千多年 一切仿佛 只失意转身 一切仿佛只失意转身 美女 最后一切仿佛 以及自己的面望和 μ Darling的行為 他們完全是以從阿拉伯教學 一直說我們說阿拉伯 我們…大部分人是歷史 我們都在阿菊 我們不是阿菊而不是阿拉伯 如果我們看來我們的行為 今天…是以從阿拉伯教學 走到每個城牆 然后在晚上吃饭 他们吃饭在地上 他们洗了眼睛 他们吃饭在家里 有很多语言 如果你看到人们讲语言 是有很多语言 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生活 是完全关系到古代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 大帝王的大帝王 古埃及新王国 十八王朝官员 纳赫特的牧师东墙壁画 展现了宏大的农耕场景 壁画中 纳赫特正在监督面前的农业劳动 农田被起伏的线条上下分割 当尼罗河洪水退去时 在低洼处留下了大水池 这里虽然泥泞不堪 却是庄稼的沃土 左边的农民嚼采淤泥 拨下种子 右边的工人砍伐了种植区边缘的 撑柳和金河欢树 另一个人则在野生草原上耕种 从而将田地延伸到更远 据书写于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时期的哈里斯大植草记载 当时被埃及人信奉的阿蒙神庙就拥有十万七千六百一十五名奴隶 四十九万零三百八十六头牲畜 五百一十三处原谱 一百零七点零四万斯帕特土地 八十八艘船舶 五十三个手工业作坊 即一百六十个埃及城镇 在世纪另一端的中国 茂县的古枪城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开城仪式 在号角和羊皮鼓声中 威严神圣的势笔盛庄开盘 二十米高的巨型古枪城门徐徐打开 跨越江河大地 人们以盛大的庆典 祭取我们的庄重与伟大 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 关于历史的记载 也许还有许多缺失 但太阳之下 大地之上 无数连空浮现登场 不断提醒着我们 某种延续性的存在 我们不会停止交流 对望 自信 传承 并由此 将生存的价值 铭刻进彼此目光之中